可能台詞博或其他典藏單位借展的作品 然後也有比較前輩的藝術家跟當代的藝術家 那媒材相當的多元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展期之間過來觀賞 那就一個在當代藝術策展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覺得藝術的非常重要的使命是提問以及打開詮釋的空間 這個其實也跟過去幾年大家很強調的多元史觀的立即點是不謀而合的 藝術家不是教你怎麼去看這些檔案跟史料 他們是重新去看這些歷史的圖像或者是檔案 然後以藝術的方式呈現 讓大家每個觀眾來都有帶著自己詮釋的觀點 可以帶回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回家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在這個展期間 在觀賞藝術的過程中 帶回一些故事然後告訴你們的家人 謝謝 那我們這邊其實只有一個 我只想講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們在看台灣很多的美術館的展覽的時候 講到一個重要議題國際議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國外的藝術家國外的作品參與進來 那我們這邊其實大部分都是台灣的藝術家在講國際的事情 台灣就是國際的一部分 那第二個事情是我們有邀請到了國外的藝術家 可是他們是生活在台灣 或者曾經在台灣租存過 所以這個角度是從台灣看向世界 這個是展覽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也是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們是一個曾經被執迷 現在是霍澤民時代的狀況 我們如何反思我們的過去 來看思考我們當下的處境 地緣政治區域戰爭還有一些國際的威脅 那這個是這個展覽最主要的核心 那這個展覽其實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我們 你看我現在是身兼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的力非常不足 經費也不足 所以我們謝謝我們的贊助單位 所以我支持這次展覽的設備 還有藝術家們 他們其實也是被我溢價溢了很多次 我這個費用的部分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館長和董事長 局長的這個專業上的支持 好 謝謝 謝謝兩位策展人 我再做一個簡單的